三重区立德里每三个月都会举办一次长者共餐活动 每次都会有上百位的长者报名参加 而里长运用里内的资源回收金 以及其他单位的回馈金 邀请外汇业者来让大家吃饱饱 一道道的大餐准备上桌 这可不是什么喜宴场合 而是三重区立德里的长者共餐活动 因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 所以餐点都准备的相当丰盛 我们的共餐刚好有认识的厂商 他也是来大力支援 所以我们也都是采用伴桌的方式 让我们的长辈可以吃得高兴一点 让大家也多一些空闲的时间 彼此互动这样子 这次共餐正好在过年前夕 大家晚如提前围炉一样 气氛相当的热闹 而丰盛的大餐 也让参与活动的长者赞不绝口 我们现在的立德里长 从老人共餐 帮他这么好就对了 还有每一个星期一个好人来唱两次歌 我们感觉到里长做得很好 每次里内举办共餐的活动 都吸引上百位的长者报名参加 大家齐聚一堂 边吃大餐边聊天 不但比自己在家吃饭有趣 也能顺便联络感情 记者沈志勇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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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